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燕子 今天要介紹什麼影片呢? 一個叉叉 真好玩 一樣是相關水族的一些設備 那燕子在蝦皮購物買的 那請大家幫燕子看 有便宜嗎?還是買貴的呢? 我們影片來開始喔 是一些相關的設備 那燕子之前已經打開了 我們把它全部拿出來吧 哎呦 全部拿出來 衛儀器 葫蘆盒 小一二葫蘆盒 然後冷風扇 兩個 30x60 水族缸底下的燕子 將近後有6min 還有 很多的 水草膠 逆子法 還有一包非常重 九公斤的黑土 九公斤的黑土 好重啊 就這樣子 這個 丟 我們第一次來介紹 我們從最大的開始介紹 黑土 好 這個顆粒 是比較細顆粒的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吧 大概每一顆大概3mm吧 2mm至3mm 好 這個是9公斤 它雖然沒寫公斤數 可是這一包那麼大 它的PH值是6.5 它的規格是PH6.5 大顆粒 然後使用的方式是建議鋪8至10公分厚度 重水草 這就不用看了 另外就是它建議的規格就是30x60x36 剛好就是燕子現在所買的缸 建議8至12公斤水箱過濾系統 好 還是沒看到9公斤 9公斤你到底在哪裡呢 中國製造 好 終於找到了9公升 一般換算1公升等於1公斤 好 我就當它9公斤 而且這也蠻大包的 也 真的很重 好 我們來看它的價位 台幣600元 這一包有便宜嗎 好 我們來介紹別的囉 好 介紹第二樣 這個登登 這個建議鋼下面的 這個規格就是30x60 它的厚度有6米 好 這也包太緊了吧 剪刀事後 好 開箱 好 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它的規格 它這個是用30-60的鋼 然後它的厚度是6米 剛剛燕子有講過囉 好 又旁邊 這個 就給它撿平 歪勾起床 撿平喔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 就這樣而已 登登 好 我給它放在遺箱下面喔 我們來放囉 先把這個拿下來 看一下 會不會發生意外 會不會發生意外 就給它鋪在底下 這應該是沒有方向性 這面比較醜 這面比較漂亮 這面比較亮 這面比較亮 正面就比較 顏色比較暗 比較漂亮的朝上 剛剛有剪 它又恢復正常了 因為剪太久了 趁他還沒撿回之前 趕快放回去 好了放好了 已經非常穩固囉 大家看一下 已經放穩了喔 非常的穩固喔 好大家看一下整體 這就是鋪在宜缸的 軟墊就是避免 地震發生的時候 發生意外 好我們再介紹別的囉 來看一下剛剛那個 30x60的軟墊多少錢 這是台灣製造的軟墊 30x60適用然後厚度6米台灣製造的 價位是台幣125元喔 大家看有買貴嗎 就是介紹的這樣子我們再換下一樣囉 好我們接下來介紹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介紹這個 冷風扇 燕子買兩個 為什麼要買這個冷風扇呢 因為燕子沒有買 降低水溫的 冷水機 然後 這個客廳又沒有吹冷氣 雖然有裝冷氣也沒有常吹 那就用鈦碼 鈦碼就是計時器設定 那就是可以降低 2-3度的水溫 那就保護水草 那就是水草適合生長的水溫 兩個 好 我們來開箱囉 我們看這個風扇 這屬於 外掛式冷氣風扇 它的型就是這樣 它就是台灣製造的 超精英超保超神殿 剩下的就不用 廢話多說 我要找的就是美麗營台灣 它是不是真的台灣人呢 也沒寫 沒看到 好 來打開囉 好 這個打開的本體就是這樣子 好 把袋子剝掉 這底下就是開關 一個 輸入的邊緣 美麗營台灣在哪裡啊 都沒看到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開關 一個 輸入的電源 插座 好風扇 這出風口 好 我們來試試 它是不是靜音呢 馬上來插電 盒子裡面還有一個 TR 這個TR就是變壓器 好給它打開來 這盒子就空了 沒有了 丟 好 TR 丟 好 這就是變壓器 就是俗稱的TR 自行拆開 弄不維修 應該也不會有人嫌來拆這個吧 他這個OUT是12伏特 裡面正外面負 好 適合的電壓是110伏到240伏的通用電壓 都可以用 馬上來插電試試看 是不是靜音呢 好 首先把這個解開來 好插上電 好插好電了 好這個 輸入電源插進去 開關 開關 現在是關的 零四關 一次開 好 這個叫超靜音 也太吵了吧 好 並不夠 出來的風蠻強的 那燕子去拿衛生紙 演示給大家看這個風力有多強 衛生紙來了 10層條狀 好 這樣就夠 這樣子隨風飄揚 咻 好 來試試看喔 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也未免太吵了吧 還說靜音 這個風口是這樣子 由上往下吹 這樣吹下來 好 試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並不過這一台 太吵了 在晚上家人睡覺的時候 硬轉一定會被罵 所以這個就是直接用 鈦碼電池器設定 大白天的時候 就是讓它散熱 然後晚上時間 就利用鈦碼 把它關掉 白天也比較熱 也需要散熱 那晚上 溫度就降低一點 就不要不用 風扇 燕子打算 每天應轉7-8小時 這樣就夠了 這太吵了 關掉 好就這樣子 我們來介紹別的 那燕子再度聲明一下 燕子沒有踢這些廠家作業配喔 來知燕子覺得好用 燕子 買來 自己用用看 以後有使用什麼 問題的話 也會跟大家報告喔 就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什麼呢 好 這是生寶寶的 繁殖盒 好打開來 剛剛那個 多少錢呢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那個 冷卻風扇 忘了講價格 我們再回來 看一下價格 大家看一下 台灣冷卻風扇 降溫器 宜缸降溫 兩盒 一盒台幣是199 這樣大家看得清楚嗎 好我們來繼續介紹這個 一盒 就是繁殖盒喔 繁殖盒開箱 好 這就不用介紹 其他的規格 就直接打開就好了 這一個繁殖盒 一般大家都會購買的繁殖盒 他這個繁殖盒不一樣的 就是他有吹泡泡 這不一樣的就是可以接到氣泡機 氣泡 直接從這個管子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氣泡直接伸進來 燕子 拆開給大家看一下 演示一下 以後燕子養孔雀魚的時候生寶寶就要用這個 好這個伸進來 伸進來 伸進來之後 這個這邊可以打氣 這可以再接長一點 然後一陰式 這個放上去 這有個缺口的有個煙煙的 放這邊 一個山蓋 蓋起來 已經蓋上了 大家看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吹泡泡的時候就把 打氣機的氣管 接在這邊 那 裡面生產的母衣也會有氣泡喔 一直從這邊 冒起來 從這噴出來之後 它氣泡會往下噴 噴之後氣泡 會有這個洞 再往上這樣子 一鷹盒就是這樣子 繁殖一鷹盒 好 就這樣子喔 來看一下價位 這個繁殖一鷹盒 一個台幣 43元 大家有看到嗎 燕子有買歸嗎 有買歸的話 請大家跟燕子講一下 應該是沒有買歸啦 專門黏水草的膠水 一條 17元 燕子買 總共5條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專門黏水草的膠水 那燕子之後會拍一系列的影片 然後就開始造景 那是不是能夠造燕子 理想的造出來 那就是大家 拭目以待囉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一直把 一個三眼 燕子買11個 另外一個也是氣管的逆子法 一個六眼 燕子買7個 還有接氣管的直接接頭一個 一個六眼 燕子買3個 大智商都在這裡 黑 紅 跟接氣管的直接接頭 黑 紅 跟接氣管的直接接頭 好 都在這邊 那燕子就 介紹囉 就這樣子 那我們的影片也將進到尾聲喔 對了 還有這個 升級版 升級版 智能 自動位時機 那這個就 另外拍一集吧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價位多少錢 這個 價位只有10元 那為什麼那麼便宜呢 那就是因為 燕子 在 夾娃娃夾出來的 燕子看到剛好有需要 燕子又花10元 就把它夾出來 真的只花10元喔 就把它拉出來了 那燕子在另外 介紹一下這個功能性 那好不好用 後期再跟大家報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囉 因為草人的垃圾車來了 每次拍影片垃圾車都來 傻眼貓咪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結束囉 在垃圾車 的音樂中結束囉 為什麼都要這個時候拍影片呢 真的是傻眼貓咪 如果大家喜歡燕子的影片 請大家幫燕子 訂閱分享 請按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的觀賞 Bye Bye 剛剛忘了介紹這個大百葉水草 每一株10元 燕子買10株 小鈴一株是30元 燕子買3株 好 砍銷 燕子已經給他先泡到小儀缸裡面了 這個就是 大百葉 大家看一下 大百葉 這樣子 小鈴 燕子先放在小儀缸裡面 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就這樣 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分享 及按鈴鐺 我會在 每週不定時推出新影片 我會帶你去很多好玩的景點 走走看看 就這樣子囉 記得點 沒錢 記得點讚 按讚 分享 轉發給你的親朋好友知道 因為這就是個YouTuber 好就這樣子囉 Bye Bye